民族的練習場比賽是由鬥志選手 與酒精選手展開了精力的戰鬥 在這個巨大的自然競技場 能夠讓選手們選擇最能讓自己操作最大的力量的場所 讓我們猜猜看著無邊 冷卻是抵抗BOSS 就是主角 van 一半 Casper 但是是不應該用這些理由 出现了 是动使必杀的极寒地狱 这样应该就能快速对手的行动了吧 究竟的家伙到底在玩什么 噢 噢 早小姐 等一下 你跟那个叫酒精的男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是男人的朋友吧 笨蛋 他是我哥 我们是双胞胎 原来如此 不过还真是遗憾 现在完全是动使战上风哦 是啊 现在是 现在是 好美啊 大傻瓜 他在这里 哎 邻居 现在正在B组战斗的 好像就是流水的弟弟哦 哦 真的吗 哦 不会有错的 他的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看 这是最右上角那一格出现的男人 加油啊 流水的弟弟 我会为你加油 你的心铁不离居正在为你加油哦 我问你哦 右上角的那个真的是流水的弟弟吗 想也知道当然是骗他的啦 就算是笨蛋也知道是骗人的 怪物的一点都不像 能够在一瞬间释放出让整片湖水极片的冷气 加上刚才的速度 你的力量还不赖吗 哼 现在让你好好见识 我更厉害的一命 什么 我的命能够吸收妖力 无论你拥有的妖力有多么强大 只要一旦被我的兵封住 你就再也没办法发挥妖力了 算你的遗憾 这么天来 我跟你的妖力就没有超距了 斗士选手风出的酒精选手的行动 这一下在酒精选手的片里就跳到 problem 救命啊 覺悟馬 國敵散彈射 鬥士打得不錯 是啊 的確很了不起 他竟然能練到這種程度 那是因為他們都把擊倒堵住 當成最大的目標啊 啊 你這不說未免太太覺悟了吧 要知道這裡比我厲害的傢伙可到處都是 一點也不錯